很多人都不知道,清蒸鲁鱼到底是鲜椒油,还是鲜灵芝? 以后您按我这个方法做,口感嫩滑,简单又好吃 21条的新鲜鲁鱼两面打上花刀,方便蒸熟 清水中放葱姜,少许盐,搅匀化开,再把鲁鱼放进去 用我白嫩的小手抓拌浸泡10分钟 这一步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,使鱼肉更洁白 一个红心对您而言只是举手之劳,对我而言就能让我开心一整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吧 非常地感谢,水开上锅蒸五六分钟 蒸鱼的汤汁都是营养,倒出来备用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大厨熬制好的松茸白灼汁 它可不是普通的生抽 饭店的清蒸鱼白灼虾都是用它做的 最后放葱花,浇上热油,激发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清蒸鲁鱼肉质鲜嫩美味 全家人都爱吃,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起来试试吧 收藏起来试试吧